亲侄女爱上了亲叔叔 对她大胆的示爱 面对貌美生甜的侄女白公主 理查三世没把握住自己的授欲 竟跟亲侄女做出有被人伦的恶事 两人大胆地释放爱意 让命运朝地狱的方向发展 知道自己被绿的未婚妇亨利 气急败坏地将伊丽莎白拉进卧室 要强行和她斗地主 面对亨利的肆意羞辱 生性刚烈的伊丽莎白 直接做着摆好姿势 与亨利针锋相对 虽然被伊丽莎白打了一巴掌 但亨利也不生气 杀人诛心地告诉伊丽莎白 你再怎么打我 也改变不了你爱的亲叔叔理查 被我虐杀而死的事实 1485年8月 理查三世和伊丽莎白发生关系的第二天 战败于博斯沃斯战役 被亨利七世虐杀而亡 侄女白公主伊丽莎白虽然深爱着叔叔 但以战利品的身份被许佩吉战胜者 都德王朝的开国君王亨利七世 此时的亨利虽然赢得战争 但他的王位并不算稳固 百族之宠死而不将的约克家族 在暗中还有许多支持者 他们都是拥有强大实力的封地贵族 比如亨利的军队中 就有大量贵族是因为伊丽莎白要嫁给亨利 才选择效忠的 碍于情势 最讨厌约克家族的亨利母亲马格丽特 也不得不让亨利遵守婚约 去迎娶伊丽莎白 天才微微亮 一大群都夺士兵闯进伊丽莎白的庄园 伊丽莎白本来站在庄园前 思念他那死去的叔叔 可突然到达的士兵打断了他 伊丽莎白跑回城堡里 通知母亲白王后情况 白王后赶紧把小儿子李察藏到阁楼 让他在所有人离开后 偷偷跑出来的去找船夫 假装是他的儿子 效仿当初的亨利流亡海外 因为他深知 都夺家族是不会让有继承权的 约克男孩活下来的 此番来接人的将领是史丹利 作为第一部中最有名的墙头草与反骨仔 也正是因为他的叛变 李察三世才战死沙场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得到什么好脸色的 索性破罐子破摔地针对伊丽莎白他们 白王后站出来让他们冷静 伊丽莎白成为英格兰未来王后 是两个家族的共同诉求 史丹利也不想把事情弄大把 在白王后的调和下 史丹利也不敢继续闹下去 只能带着他们返回王宫 除了伊丽莎白一家人 其他的约克家人也被亨利抓起来 而玛格丽特正站在一旁居高临下底 看着这群战败的女人 亨利让约克一家人向他臣服 除了约克老太后 其他约克族人都跪下祈求原谅 最终老太后因为不愿意向亨利屈服 被亨利下令流放 而约克族人还有一个最特殊的存在 约克家族明面直系唯一男丁泰迪 他是第一部白王后里面的 二王子乔治和伊沙贝尔之子 但因为乔治的犯上作乱 被贬为庶民的丧尸继承权 泰迪生来愚钝 又没有继承权 和亨利也不敢赶尽杀绝的得罪约克贵族 便放了他一条性命 让泰迪和姐姐马吉成为自己的贴身仆人 方便监视两人 惩罚会后 伊丽莎白一家被安排在漏室里 她对此感到不满 自己可是未来的王后 怎么能住如此破败的房间 下人表示这是玛格丽特太后安排的 如果有问题 可以去找玛格丽特太后商量 这更加的激怒伊丽莎白 她本来也不想嫁给亨利 嫁给杀死她的爱人和两个弟弟的仇人 国仇家恨 她是真的没办法忍受 伊丽莎白不愿意嫁给亨利 亨利又愿意迎娶伊丽莎白了吗 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 三十年的红白玫瑰之战 早就打得仇身四海 身上都沾满彼此家族的血 而且亨利得知伊丽莎白在战争前夕 和死底里查三十发生了关系 她更不想娶伊丽莎白这个祸害 但是玛格丽特和大臣 都劝亨利一定要娶伊丽莎白过门 第二天 亨利不情不愿地来看伊丽莎白 迟一眼 她就对伊丽莎白一见钟情了 不由地愣了神 但国仇家恨让她收起爱意 高傲地针对伊丽莎白他们 为了羞辱伊丽莎白 亨利故意让伊丽莎白当众跳舞 然而就在伊丽莎白要跳舞的时候 亨利又让其妹妹塞西里来跳 说她才是约克家族最美的女孩 这让伊丽莎白十分尴尬 幸好母亲出面帮她解了威 白王后出来缓解尴尬 让塞西里和伊丽莎白一起跳舞 说这种舞蹈人多跳着好看 伊丽莎白在大家的催促下 不情不愿地和妹妹跳双人舞 玛格丽特看出她的不满 提醒这个败君之女注意点 伊丽莎白深知这次的见面 对她和她的家族意味着什么 但一想到 她即将要成为这个敌人的妻子 就不由地感到一阵恶心 却也不得假笑迎人 在亨利离开后 妹妹塞西里直截了当地告诉伊丽莎白 亨利根本不想迎娶她 很显然 塞西里是想劫胡姐姐的王后位置 改变自己的败君之女身份 在经历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见面里后 亨利意识到迎娶伊丽莎白 对她的王位有害无益 对议会提出解除婚约 却被议会全票否决 议会的约克派表示 你说过要娶伊丽莎白 我们才支持你反对理查三世的 中立派表示 你说过要让两家河流 结束旷日持久的玫瑰之战 我们才支持你的 无论是何等派系和出生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结束长达三十年的玫瑰之战 议会甚至拿出亨利的致命弱点威胁她 眼看大臣都这样说了 亨利只得去找伊丽莎白谈谈 约她共进晚餐 亨利始终无法接受伊丽莎白 跟自己的死敌斗地主 表面上夸奖她像一匹自由的小野马 暗讽伊丽莎白不懂人伦的没规矩 伊丽莎白不以为然 表示自由的小野马挺开心 亨利永远也不懂 小野马享受自由时事多么的欢愉 这刺激到亨利 气急败坏地把伊丽莎白拉到房间 表示要测一测 她是否具有生下王子的能力 伊丽莎白拼死地反抗 亨利怒喷自己就愿意跟妓女发生关系吗 如果不是大家都要求他们 会碰一下伊丽莎白 血淋淋的现实面前 两个工具人没有别的选择 只得随意地发生了关系 作为暗恋伊丽莎白的男人 亨利并未获得想要的快感 完事后便夺门而出 到一屁进处独自冷静 伊丽莎白则回到小房子 哭得泣不成声 虽然她不说 但大家也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伊丽莎白的妹妹赛希莉公主 是个见风使多的女人 她知道自己的家族气数已尽 要过上好日子 得找都多的靠山 她看见亨利和姐姐的关系如此糟糕 这对她来说是个好机会 她故意上前慰问亨利 亨利岂是那种听风就事语之人 她察觉到赛希莉的把戏 叫她不要做那么多小动作 好好向她的姐姐显示忠心 因为她毕竟是个约克人 赛希莉碰了一鼻子灰 只好离去 一会知晓伊丽莎白和亨利发生关系 虽然与里不合 但他们还是乐见其成的 而在不久后 伊丽莎白就发现自己怀有身孕 她想打掉这个孩子 但白王后却不允许她这样做 白王后告诉伊丽莎白一个真相 她与宫内中心她的马夫联络 拜托她去打听消息 得知伊丽莎白的弟弟理查下落不明 与船夫人间蒸发 马格丽特还让人去洗劫他们的城堡 凡是在城堡生活的小孩 一律赶尽杀绝 她的弟弟理查可能已经死了 所以打算放下一切的生活 可马格丽特是一个恶毒的妇人 她不会放过约克家族的 此时的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 只剩下国仇家恨 他们要不择手段地与兰开斯特死战 比丽莎白想到自己的弟弟 想到玫瑰战争的两大家族 彼此之间的国仇家恨 选择生下这个孩子 白王后找到亨利他们 表明自己的女儿已经怀孕 要求他们为此举办婚礼 都督王朝将有二分之一的机会获得继承人 亨利和大臣们高兴无比 拥抱亨利的表示庆贺 唯独马格丽特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因为她想起白王后母女的绝世诅咒 作为杀死两个小王子的凶手 马格丽特开始坠坠不安 晚上经常做噩梦 梦见无辜枉死的两位小王子 醒来的马格丽特坠坠不安 担心诅咒会真的应验 她跑去蛊惑伊丽莎白 夸耀自己是上帝保佑的人 当她怀孕的那一刻 她就在冥冥之中感觉到 这个孩子将会是国王 自己将会是太后 而今天一切都已经实现了 他们是天命所归 马格丽特之所以如此忽悠伊丽莎白 就是想证明自己不怕诅咒 同时也希望伊丽莎白臣服于上帝 不要对他们的孩子下手 伊丽莎白甘大的愣住半天 等回过神来后 她表示自己将遵从上帝的圣语 侍奉天命所归的国王亨利 这才让马格丽特放下心 给她和亨利举办了婚礼 伊丽莎白告诉母亲白王后 伊丽莎白和亨利在王宫里举行了婚礼 他们宣誓成为了夫妻 也迎来自己的洞房花竹叶 但在人都走光后 亨利却拿出一把匕首 亨利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捧起伊丽莎白的狱卒来一刀 任由鲜血滴在白床单上 她表示伊丽莎白如果不想对百姓知道 她是没有落红的新娘 质疑伊丽莎白的生活不检点 质疑她的孩子是和叔叔的私生子 就只削得不沾染床单吧 亨利说完就走了 她的贴心让伊丽莎白感到异暖 原来这个仇敌也并不是那么的讨厌 在伊丽莎白怀孕期间 一直忍辱负重地与都多家族的人周旋 她只有这么做 才能拖延多点时间 好让自己的家族重振旗鼓 伊丽莎白开始和亨利谈情说爱 渐渐地 两人默默地喜欢上彼此 也更加确定自己结婚的初始计划是对的 夫妻关系十分和睦 在外人眼里看来 这是一对站在国家顶端的模范夫妻 虽然回去以后 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睡各自的房间 王室婚礼后 伊丽莎白要跟着亨利去巡游英格兰 以宣告新都多的王权 白王后找到伊丽莎白说 她想要跟着伊丽莎白一起去巡游 因为他们必须知道还有哪些人 是效忠于约克家族的 伊丽莎白听从了母亲的建议 并表示父亲爱德华生前曾说 约克郡的洛威尔是最忠诚的约克人 如果连他都背叛约克家族了 那么他们就可以放弃一切 去海外逃命去了 之后伊丽莎白找到亨利 劝说亨利改变王室巡游的路线 向剩余的约克族人释放善意 以此获取他们的停战信任 亨利觉得言之有理 答应转到去约克郡 不过这个事情光亨利同意不行 还得需要老太后玛格丽特同意 她也在随行之中 于是为了获取玛格丽特的信任 知道她暗中监视的伊丽莎白母女 故意做了一场秀 伊丽莎白给洛威尔写了信 打算提前告知她会与其会面 而送信时 白王后故意找了一封假信 塞给了仆人 并假装要她帮忙瞒住玛格丽特 把信送出去 仆人当然不会背叛国王之母 那封信不负众望的到了玛格丽特手中 信里白王后抱怨到女儿伊丽莎白 已经完全臣服于亨利 而忘记了约克家族 言辞说得无比的恳切 但玛格丽特看完后却相信不起来 在多年前的第一部白王后时 约克家族统治英格兰 作为兰开斯特的她为了复国 忍辱负重的跪舔伊丽莎白多少次 这种小把戏没少做 各种运筹帷幄加上一点点运气 才能走到今天 如今他们的身份虽然颠倒 但情况却没有一丝丝的改变 信中的伊丽莎白便捷事件 玛格丽特不敢赌 也赌不起 于是玛格丽特将计就计 她首先找到伊丽莎白 对她是一阵的讨好拉拢 亲切地让她为了肚里的孩子着想 不要跟着去出巡了 因为现在国内有严重的疫情 怕影响健康 伊丽莎白万般不情愿 但为了长远着想 只好服从 让母亲白王后代替她去巡游 玛格丽特虽然嘴上答应 却在大家都看不见的地方 将白王后及其子女都关了起来 伊丽莎白他们的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除了不让白王后母女兴风作浪 玛格丽特还有一个恶毒的计划 就是让伊丽莎白母女都死在疫情里面 折磨英国70年的恶魔热死病 开始她的第一波袭击 反染病的必死无疑 大家都在流传是亨利反攻英国时 那五千不讲卫生的囚徒大军带来的病源 纷纷指责亨利是地狱的魔鬼 不过亨利并不知道这些 专权的玛格丽特把消息揽下 让亨利继续寻游地躲避疫情 自己也跟着逃命 让伊丽莎白他们在城堡里自生自灭 与此同时的城堡里 白王后知道他们终究是失败了 女儿伊丽莎白估计和自己一样 也被变相的囚禁 信件估计没有送出去 为了能和外界联系上 白王后用血在白布上写了一封血书 她希望能把血书交给马夫送出去 靠着运筹帷幄和一点点运气 白王后成功地把血书送了出去 洛威尔不愧是号称约克最后的孤中 得到白王后的血书后 只召集到五个人的情况 也敢准备行刺亨利 此时亨利的大军一路晃晃悠悠 终于来约克郡了 被当地的权贵业余一番 说以为他会因为害怕瘟疫而不会来 不等亨利反应 洛威尔的刺客放案件 不料侍卫发现了刺客 及时拉开了亨利 才让他没有被案件刺中 侍卫与刺客随即展开混战 最终刺客团除了洛威尔逃脱外全灭 亨利被刺客刺中肩膀 万幸匕首没有毒 劫后余生的亨利对伊丽莎白很失望 因为从母亲玛格丽特提交的各种证据来看 凶手就是伊丽莎白母女 她写信怒骂伊丽莎白 信中言明要不是白王后被关在王宫 她一定要把白王后处死 亨利让人把信件夹击给伊丽莎白送去 另一边 伦敦西部的疫情蔓延到了王宫 就伦敦塔那边的人已经死了五成 而白王后被关在就伦敦的塔里 马夫把疫情告诉了伊丽莎白的堂妹马吉 想让她去营救白王后 马吉本想要去告诉伊丽莎白这个消息 可凡骨仔塞西利阻止了马吉 她让马吉对伊丽莎白隐瞒这一切 理由是怕伊丽莎白去营救母亲 热汗病倒致富中的孩子有问题 而且白王后被侍卫保护得很好 绝对没有问题了 为了不得罪兰开斯特家族 塞西利可谓是六亲不认了 可惜下一刻她就被啪啪打脸的 亨利的问责信来到宫中 伊丽莎白看完后知道前因后果 她立即冲到救伦敦塔 要把母亲救出来 伊丽莎白出门一看 发现到处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伊丽莎白认为作为一国之主 应以人民为先 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冲到国库门前 要开舱赠灾 然而此举遭到了教士的反对 伊丽莎白只好以自己肚里的孩子做威胁 要她赶紧开门 不然她就弄掉自己的孩子 把这罪都怪到她头上 大主教害怕丹泽 只好对伊丽莎白诅咒一番 随后便开舱放钱 让士兵们带着物资到民间赠灾 民面上最后的男丁 不懂事的她大喊大叫 炫耀救人的丰功伪计 民众知道粮食是伊丽莎白送的 部分人渐渐地认为亨利是带来瘟疫的王 而约克家族才是带来好运的王 要扶持最后的约克男丁泰迪为王 消息越传越远 白王后得知怒批伊丽莎白 为什么要震灾 应该让平民死得更多 然后利用舆论的力量攻打亨利 这让伊丽莎白很是失望 她不觉得死了这么多人是值得高兴的事 伊丽莎白在选择嫁给亨利的那一夜 她对国仇家恨的理解是 玫瑰之战打了30年 两家人乃至英格兰都是生灵涂炭 为了百姓能过上和平的日子 她愿意妥协地放弃国仇家恨 当然亨利如果是祸国殃民的暴军 她也不介意带领贫困的百姓反抗 而白王后此番刺杀亨利 利用疫情的死亡舆论来攻击亨利 那白王后与他们最讨厌的妖后 玛格丽特有什么区别 理念不同的白王后母女 大吵一架后不欢而散 无独有偶 亨利与母亲玛格丽特也大吵一架 为了铲除政敌伊丽莎白 母亲表示可以把伊丽莎白远嫁苏格兰 反正还没有加冕她为英国王后 亨利反驳让她率领苏格兰的军队 连同北京贵族一起打回来 重演自己的故事吗 亨利与母亲最大的分歧 其实是来源于玛格丽特想前刚独断 当时机意义上的英国女王 但亨利不想被掌控 想自己当家做主 两人吵完架没多久 就收到来自伦敦的消息 一封信件是伊丽莎白送的 表明亨利被刺杀 与他们母女没关系 他们都被关起来了 亨利被刺杀是疫情导致的灾民暴动 巧妙地让自己脱身 一封信件是大臣送来的 言明泰迪是如何的被人拥护 亨利知道这一消息后 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 写信给伦敦的大主教 让他抓住泰迪 等自己回来处置 大主教收到信后将泰迪抓到了伦敦塔 却在一旁说风凉话 他说泰迪是约克家族的男孩 对于亨利来说是个威胁 死了对他们都有好处 伊丽莎白让塞西利滚出他的房间 他安慰马吉一定会想办法救出泰迪 殊不知此时的前线 玛格丽特正四处搞鬼忽悠 他通过找到的白王后血书 确定伊丽莎白母女俩就是刺杀的凶手 还言明伊丽莎白之所以赈灾 是招揽人心的为造反做准备 亨利起初有些动摇 直到他被一大群灾民为主 灾民每个人拿出一枚金币 高呼国王万岁 亨利知道那是伊丽莎白送的 自己因为他才得到荣誉 所以亨利在处理一切事物之前 私下里偷偷见了伊丽莎白一面 询问此次打劫国库的事情 伊丽莎白表示自己认错不认罪 他打劫国库的行为冒犯了国王 他认错 但他不认为赈灾救命是有罪 看着不卑不亢的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 亨利更加的心动了 但他无情地告诉伊丽莎白 他感谢伊丽莎白赈灾救命 让自己作为丈夫 也收获一大波荣誉 他欠伊丽莎白一个感谢 但他不会因此被伊丽莎白挟持 放了叛逆者和白王后 因为他认为泰迪是个威胁 是他负了伊丽莎白 任凭伊丽莎白如何求情 亨利也只是将白王后软禁起来 让人日夜监视的不准搞事 将泰迪关到伦敦塔里 任何人不得探视 伊丽莎白只好换个方法去救泰迪 救自己的家族 那就是救生个男孩出来 让亨利不再认为泰迪是威胁 几个月后 伊丽莎白为都督王朝诞下了一位王子 取名为亚瑟 亨利和玛格丽特都十分高兴 都督王朝有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了 亨利和伊丽莎白也因为这个新生的儿子 变得更加的亲近 两人相处时 仿佛跟普通的夫妻无异 除了没有彻底地睡在同一房间 但伊丽莎白心里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目的 她希望亨利能遵守诺言 放过母亲和堂弟泰迪 但亨利还是为王威的拒绝释放泰迪 只是释放白王后 以及伊丽莎白他们以后 可以悄悄地去探视泰迪 他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伊丽莎白虽然心中不悦 但也觉得可以了 凡事都要一步一步地来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国内的疫情还没有结束 伯更帝又跟英国掀起国战 伯更帝的实际掌权者约克公主 是白王后的丈夫爱德华四世的姐姐 兰开斯特家族杀了她的父亲 一个弟弟和两个侄子 让约克公主十分的仇恨英国 加上亨利与他们断绝贸易后 更是举国的仇恨英格兰 化身海盗的经常打劫英格兰的船 无奈之下 亨利只能跟伯耿地的约克公主求和 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刻 去求和几乎是九死一生 亨利故意派恩世间叔叔贾斯帕去伯耿地 说服约克公主不要再与他们为敌 一方面是她知道母亲和贾斯帕有私情 在玛格丽特和继父史丹利离婚前 她不希望有绯闻损坏国家形象 一方面是玛格丽特控制欲太强 让她这个国王形同摆设 让贾斯帕去伯耿地就是敲打玛格丽特 自己是国王 不喜欢被人像玩偶一样操控 在亨利和白王后的运筹下 伯耿地的约克公主同时收到了两封信 一封是新国王亨利写的 她将与伯耿地恢复贸易 永远不发动战争 另一封是白王后写来的 让她积极地发动战争 复辟约克王朝 约克公主喊来所有人开会 询问自己该站在那一边 虽然她很想为家人复仇 但也知道两国之间的差距 他们很难打赢的 也不想让仅剩不多的家人死于战火 拥有约克血统的她 正在家族情仇和养尊处优之间犹豫着 而你们表示既然如此 那就跟大师贾斯帕周旋一二 如果兰开斯特家族是真的求和 他们可以牺牲一些东西 让白王后一家来伯根地团聚 也算是两全其美 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全票通过 约克公主和贾斯帕互相试探谈判 展开了漫长的谈判拉锯战 与此同时 被释放的白王后找到伊丽莎白 让她不要因为孩子 就放弃自己的国仇家恨 不管伊丽莎白如何劝告 白王后都没有放弃复仇的心 这一切都被玛格丽特看在眼里 她看着白王后 就像看着曾经的自己 知道复仇者是不可能劝回来的 为了铲除伊丽莎白他们 玛格丽特开始自己的毒计 她让亨利尽快启程 去温彻斯特行洗礼 这样好招告全英格兰都督王朝 有了继承人 却利用习俗的借口 不让伊丽莎白去参加儿子的洗礼 亨利说她会和伊丽莎白 好好商量一下再决定 亨利带着她为孩子设计的徽章 去见了伊丽莎白 徽章是一大一小的红白玫瑰组成 寓意约克和兰开斯特同出一脉 今日再次合为一体 亨利说要带孩子去温彻斯特洗礼 伊丽莎白觉得这样很不公平 因为她作为孩子的母亲 却不能去参加洗礼 一旁的玛格丽特说神父会来王宫 给伊丽莎白准备加冕王后的洗礼 所以她不能去温彻斯特 伊丽莎白也不用太过于悲伤 他们打算让白王后当孩子的教母 一起去洗礼她 伊丽莎白文言只能就此作罢 也落入玛格丽特的圈套 玛格丽特知道伊丽莎白母女是一体的 白王后是伊丽莎白的军师 伊丽莎白是白王后胡作非为的底气 他们只能拆开处理 果然在给孩子洗礼后 玛格丽特对亨利各种蛊惑 也明白王后的威胁多么的大 没有伊丽莎白的支持 亨利很快就同意了玛格丽特的建议 将白王后抓到大狱中 伊丽莎白得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去恳求亨利 让她放了自己的母亲 亨利最终还是拒绝了伊丽莎白 并提醒她 她下周便会接受洗礼 成为都督王朝的皇后 她的儿子是属于都督王朝的 这一刻 伊丽莎白几乎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第二天 白王后被送往百门塞修道院囚禁 亨利最终还是同意伊丽莎白的意愿 虽然作为国王经常嘴硬 但她一次一次为伊丽莎白妥协 然而伊丽莎白接受了亨利的好 白王后却不愿意 哪怕是住进修道院的被监视 她还是想方设法地给外界写信 一下蛊惑伯根帝女王发动战争 一下蛊惑伊丽莎白想心中作浪 不要忘记自己是约克家族的人 白王后的各种乱来 一次次地挑战亨利的底线 察觉到蛛丝马迹的亨利 特意找伊丽莎白谈谈心 她暗示性地表示她身边的有些人 尤其是她的亲人 表面上对她笑嘻嘻 可被地里传指条地刀子 每一个人都恨不得她死 她每天都活得痛不欲生 为了预防刺杀 睡觉都得睁一只眼睡觉 如果可以 她真的不想当国王 亨利尽情地发泄不满 落在伊丽莎白的耳朵是无病呻吟 如果不想当国王 干嘛搅活进玫瑰之战 干嘛杀死她的族人 亨利表示伊丽莎白和她的母亲相处过 玛格丽特张嘴闭嘴都是天命所归 她怀上自己的时候 就感觉自己一定能成为国王 实际上就是感觉自己能做王 说到底就是庞系还是女生的她 没办法成为英国的国王 只能通过自己实现女王梦 为了她的权力女王 自己被一点点的操控 被一点点的卷进玫瑰之战 直到今天 玛格丽特不爱自己这个儿子 她只爱权力 时至今日 亨利都不想接受伊丽莎白还挂念情敌 她连名字也不想听 不过一切都过去了 他们两个只是同病相怜的可怜人罢了 母辈的复仇与野心 让他们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 失去了自我 亨利表示不知道 但那个人应该不会出现的 亨利恳求伊丽莎白以后在外面 想怎么算计自己都可以 但至少在卧室里 在那个姑且算家的地方 能让自己好好地休息 伊丽莎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亨利也没有追问 沉默是最好的答案 伊丽莎白加冕成为了 英格兰都督王朝的王后 可是她并不快乐 因为她被撕裂成两半 一半是作为女儿和姐姐的约克家族 一半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兰开斯特家族 她被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 加冕里后的夜里 伊丽莎白辗转难眠 于是她离开自己的房间 来到亨利的卧室躺下 亨利感到背后传来一阵柔软的触感 她转身把自己的妻子拥入怀里 两个人从彼此身上汲取温暖 发誓在这件小小的卧室里 他们之间什么也不是 就是普通夫妻伊丽莎白和亨利 与此同时 伯更帝的约克公主原本打算安于现状 对都多家的仇人眼不见为敬便算了 然而上天好像接受了白皇后的祷告一样 她的小女儿与都多的来使进行了一场赛马 就在比赛时 小女儿无端发生了意外 舵马摔断了呗 小女儿就此香香玉玉 约克公主心里诅咒着都多 让贾斯帕滚出她的宫殿 她恨透了都多 恨透了这些夺走自己家人性命的人 决定要跟都多王朝不死不休 作为伊丽莎白的姑姑 白皇后的轴里 约克公主决定对都多王朝发动战争 也在背地里提供资金支持 约克家族带来的诸多烦心事 这让伊丽莎白和亨利好不容易养成的 和谐关系受到了影响 亨利一看伊丽莎白就想到她是个约克人 便觉得她怀有一心 加上她的母亲女教不改 总是在暗中谋反 让亨利不得不提防着伊丽莎白的所有家人 老太后玛格丽特此时出了一个主意 将约克家族的女孩都嫁给都多家族的男孩 以此断绝约克家族女性及其后代的继承权 而且玛格丽特也没安好心 她安排的那些相亲对象不是衣冠禽兽 就是缺胳膊少腿的 美其名约是为富国受的伤 比如马吉就要嫁给一个大他十岁 还是断手的拉普尔 伊丽莎白不愿意 她认为拉普尔配不上伊丽莎白 但正落入玛格丽特的圈套 她就是谋夺约克家族的财产 又不肯让两家人门当互对的在一起 严明亨利已经同意了马吉和拉普尔的婚事 伊丽莎白见玛格丽特如此嚣张 便用贾斯帕的婚事刺激马格丽特 表明自己的姨妈刚刚手刮 手上拥有大量的遗产 建议贾斯帕和姨母结婚 以谋求姨妈手上的遗产 亨利肯定会同意此事的 马格丽特显然被伊丽莎白刺激到了 她不满地看着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懒地搭理她 而是转身去找到亨利求情 希望她能放了泰迪 伊丽莎白为此还给出理性的建议 他们可以在妹妹塞西里结婚时 将泰迪释放出来 让大家看看真正的泰迪 一直都在他们的阵营之内 同时亨利也能借此表明 约克和兰开斯特是很好的关系 在伊丽莎白的劝说下 亨利答应在塞西里结婚的那天 会让泰迪出来 这也是她给泰迪的最后一次机会 因此伊丽莎白和马吉对此很是重视 他们对泰迪是一阵教导 让她学会臣服于亨利 但让伊丽莎白等人防不住的是 在塞西里的婚礼游行时 马格丽特偷偷雇佣一大批人 当街高喊泰迪万岁 他们要拥护泰迪上位 搅乱了塞西里的婚礼游行 这个景象让亨利感到很不安 他始终觉得泰迪活着对她是个威胁 亨利把今天发生的事怪到伊丽莎白的头上 任凭伊丽莎白怎么解释 亨利就是不听 马格丽特在亨利的面前挑拨离间 他让亨利杀掉泰迪和白王后 亨利开始犹豫了 他不知道该不该留下白王后和泰迪的命 但从他远离伊丽莎白的态度来看 他是倾向于杀了泰迪等人的 马吉让伊丽莎白想想办法 他们不能失去弟弟和母亲 伊丽莎白也是一阵的无奈 事情闹到今天这一步 他还能有什么办法 不过心里的最后一丝感情 还是让伊丽莎白决定放手一搏 晚上塞西里的结婚派对在大殿里召开 伊丽莎白却趁着这时候 溜出宫去修道院见母亲 她质问母亲是不是跟姑母合谋 发起了针对都督王朝的战争 白王后坚决否认她写过信 并言明自己被困死在修道院以后 根本无法与外界交流 已经被生活感到麻木 就想和几个小女儿 平平安安地走完余生 白王后的一番苦肉记下来 伊丽莎白相信她的话 转身离开了 没想到在门口遇见了亨利 原来这一切都是亨利的安排 她想看看伊丽莎白是何种态度 才故意放松对伊丽莎白的监视 让伊丽莎白一路畅通无阻地见到母亲 看到伊丽莎白的行为 亨利认为她背叛了自己 伊丽莎白解释自己是来询问真相 她选择站在亨利这边 一切都是为亨利考虑 而白王后已经决定不管施舍 这听起来很是荒唐 亨利显然不相信这套说辞 愤怒地转身离开 伊丽莎白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小女人 在大家的认知里 自己是母族和夫家选择 可在伊丽莎白的世界里 她只是在儿子和外甥之间的选择 没有几个母亲为了外甥 而牺牲自己的孩子 伊丽莎白把儿子的头发 送给了亨利作为护身符 她求亨利一定要活着回来 不要带头冲锋 就坐在后面居中指挥 大不了做一个败军之将 亨利以前除了母亲 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可现在她已经有了妻子儿子 在伊丽莎白的小女人姿态下 亨利渐渐地动摇了 三天后 亨利就要带着大军出发了 临行前 贾斯帕特地找到了马格丽特 她言明他们已经快60岁了 为了亨利的王位 他们几乎已经耗尽一生 就剩下几年的晚年时光 贾斯帕希望在所剩无几的时光里 能过一回自己的生活 她让马格丽特好好考虑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贾斯帕的告白 让马格丽特很是高兴 决定等贾斯帕一回来 自己就和史丹利离婚 不久后 亨利率军与伯根帝大军相会 虽然敌我势力过于悬殊 但约克公主终究只是一个小女人 打仗也是怒儿心兵 真到了战场 她宁愿失智地让十岁冒牌太敌 亲自上战场 也不愿意亲自指挥战役 在看到局势不对劲时 直接带头逃跑 她的一系列骚操坐下来 伯根帝的军队兵败如山倒 亨利大获全胜 生情十岁的冒牌太敌 她也遵守伊丽莎白的嘱托 就在旁边指挥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带头冲锋 得知前线战事顺利 马格丽特趁热打铁 让伊丽莎白主持妹妹马吉的婚礼 马吉本来很害怕 她未来的丈夫拉普尔 可是拉普尔却意外地对马吉很好 婚礼结束后 伊丽莎白接到母亲白王后的求情信 信中提及她知道自己完蛋了 她希望伊丽莎白继承她的遗志 为弟弟理查的复国大业努力 伊丽莎白看不进去信 她只知道母亲又一次骗了她 白王后说自己被困死了 可她还能顺利地给自己记性 她对母亲已经彻底绝望了 妹妹塞希利让她当机立断 不要再和白王后来往了 白王后为了生死未卜的弟弟理查 不断地作死 根本不管他们这些 嫁给兰开斯特的约克女娟 他们是两头不讨好 无情无义也罢 他们也该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了 塞希利的话 给伊丽莎白的亲情之心动摇了 几天后 亨利带着大军班师回朝 并立即审判冒牌泰迪和白王后 对于这些叛逆者 在马格丽特的窜夺下 兰开斯特家族纷纷表示要杀了他们 伊丽莎白等约克家族犹豫不决 马吉的丈夫拉普尔看到她落泪 知道马吉是不舍十岁的冒牌泰迪去死 却碍于约克家族的身份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孩去世 此言一出 全场的气氛瞬间冷静下来 大家齐刷刷地看着拉普尔 责怪她想干什么 谁知亨利不但不生气 还赞同拉普尔的说法 他们没必要跟十岁的小孩子计较什么 惩罚冒牌泰迪担当厨房帮手 直到自己愿意放人为止 至于另一个叛逆者白王后 彻底锁死在修道院里 她傲慢地告诉伊丽莎白 让她下次偷偷跑去找母亲的时候 告诉她国王十分健壮即可 亨利开始学会怎么服众 怎么笼络人心了 审判结束的第二天 贾斯帕找到玛格丽特 询问她思考的如何 玛格丽特却让贾斯帕另娶他人 因为在审判结束的当晚 伊丽莎白找到玛格丽特 阴阳怪气地说恭喜她 与贾斯帕恩怨纠葛几十年 终于能洗劫连礼了 只是不知道被离婚的史丹利 还会不会支持亨利呢 英国人又如何看到玛格丽特这个 嫁了四次的老太后呢 一番阴阳怪气下来 让玛格丽特为了儿子亨利的王位 只能牺牲于贾斯帕的爱情 或者说是为了玛格丽特的权利欲望 时间回到现在 玛格丽特的翻脸不认人 让贾斯帕感觉到很心寒 赌气地迎娶伊丽莎白的姨母 与玛格丽特老死不相往来 就当亨利等人以为万事太平 开始勾心斗角时 殊不知约克公主找到更大的帮手 白王后的儿子李察 约克家族最后一位正统继承人 让他有理由再一次掀起战争 不过这一次 约克公主吸取上次的战败经验 选择折服起来的寻找机会 这一折服就是七年 在这七年间 亨利和伊丽莎白的感情越来越好 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孩子 不知道是不是诅咒的问题 他们的大儿子体弱多病 多次在鬼门关蹦迪 而英国的局势更加的恶化 因为亨利的执政能力不强 加上纵容玛格丽特以他的名义 在暗中横征暴敉 英国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 政治环境宛如一个火药桶 约克公主找到发动战争的机会 他祭出理查这张王牌 四处邀请各国使节和英国贵族 支持理查复辟 给英国带来爱德华四世在位时 那样安静祥和 约克公主还羞辱地给理查写信 让他来给小舅子理查庆生 约克公主深安 无论这个理查王子是真是假 都能引出一批约克的救部侠 这样就能把人组织起来 向都督王朝发动政变 亨利七世知道约克的惨党 正在蠢蠢欲动 他也知道约克公主的邀请 是个鸿门宴 为了一探理查王子的真伪 亨利想去探究真相 所有人都反对亨利去博更地 不要拿性命去赌政客的成行 亨利担心约克公主手里的理查王子 会危害到英格兰的和平 伊丽莎白让亨利不要担心 她说英格兰人民只支持 现在的国王亨利 亨利没有听进去 国内的经济环境是什么状况 她心里还是有点数的 在和伊丽莎白商量后 她决定让马吉作为代表 前往伯更地 马吉是王后伊丽莎白的堂妹 是最为适合的人选了 马吉说她从来没有见过理查 自己在父亲争斗失败被杀后 就已经被赶出了王宫 想以此推诿不去 但并没有成功 伊丽莎白在马吉走之前 把她叫到了花园里说话 她让马吉千万对亨利保密 当初都多士兵来抓捕他们时 理查逃走的事实 马吉问伊丽莎白那个男孩 到底是不是理查 伊丽莎白一口咬定那个男孩 只是约克公主找来的冒牌货 为了约克女眷的未来 她只能是冒牌货 在马吉出发去探查伯更地时 伊丽莎白他们也没有闲下来 伊丽莎白去修道院 见了母亲白王后 因为下属来报 白王后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需要一个地方治病休养 伊丽莎白想要劝母亲收手 不要再和亨利作对 好好的治病休养 白王后说理查还活着 她才是名正言顺的英格兰国王 白王后让伊丽莎白不要再执迷不误 表示只有理查登上了王位 他们约克家族才能真正自由 伊丽莎白一阵的失望 母亲任何时候都在偏心地底 完全不考虑他们约克女眷的死活 兰开斯特复辟以后 会放过他们这些嫁给兰开斯特的女人吗 说出去狗都不信 尽管如此 伊丽莎白还是将白王后带回王宫 想让她治病休养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人和伯耿地的理查暗通去款 这让亨利很是担心 在伊丽莎白的劝说下 亨利决定对拥有都多和约克血统的次子 封约克公爵来招式他们的正统 亨利接受了这个建议 谁知加冕仪式结束后 大家纷纷给小王子祝福时 一直养兵的白王后偷偷溜出来 抨击亨利一家都是篡国的逆贼 她的儿子理查才是约克公爵 英格兰的合法国王 白王后的一意孤行 导致了伊丽莎白和母亲的彻底决裂 另一边 瓦吉夫妇抵达了伯根底 她通过辨认认出了理查是真的 她开始变得坠坠不安 不知道该不该说出真相 拉普尔看出她的纠结 提醒马吉想想英国的约克女眷 想想临行前伊丽莎白的嘱托 为了她们的生命安全 理查只能是冒牌货 理查的出现 让所有人都不得安生 就连一直猖狂的老太后玛格丽特 也想起自己杀死白王后长子的罪行 产生洗手的水都变成血水的幻觉 她十分害怕就跑到教堂里去祈求上帝 贾斯帕在巡逻的时候 看到玛格丽特跑进教堂就跟了上去 她问玛格丽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玛格丽特因为慌乱失去理智 将当年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她说恐怕理查是她疏忽放走的 贾斯帕听完顿感体寒 怒斥马格丽特号称最虔诚的天主教徒 居然虐杀十二岁和九岁的两个孩子 这还是人吗 贾斯帕指责玛格丽特 她对自己一直深爱的玛格丽特 感到无比的失望 并表示总有一天她会将事情告诉亨利 太后急忙表示不能告诉亨利 不然她一定不会原谅自己的所作所为 亨利也会因此崩溃的 贾斯帕表示亨利会崩溃 也不是因为自己说出真相而崩溃 是为她母亲的恶行而崩溃 贾斯帕看着自私的太后失望地转头离去 第二天 玛格丽特和她的丈夫回到皇宫 在丈夫拉普尔的305身下 玛格知道如果她承认理查是约克王子 那么她的一家人都将遭受不必要的威胁 为了保护家人 玛格表示伯根帝的理查王子是个冒牌货 这让亨利大喜过望 拿出自己截获的叛徒信件 将所有给理查王子写信的人 秋后算账的都判以叛国罪 但让亨利没想到的是背叛他的人 不但有自己的铁杆盟友史丹利一族 甚至边缘的兰开斯特人都参与其中 亨利拿着信件 反复地看着家人和信件名字 生怕是自己看错了人 可事实就是如此的残酷 他们表示无法忍受高额税收 要回到爱德华的正常税收 连族人都背叛了亨利 明摆着在控诉亨利治国无能 急冲冲地离开会议大厅 对于这些族人 他是想杀却不干杀 毕竟这会做是他治国无能的事实 玛格丽特却表示只要是叛徒 就必须得杀 不然追查下去 就会插到他的身上 这时贾斯帕表示想要和亨利谈谈 可此时的亨利正为叛徒的事情烦心 这让太后杰族先登 说自己去看看怎么回事 玛格丽特来到贾斯帕的房间 她知道贾斯帕的目的 说得很对 她这个母亲谁也不爱 只爱自己的权利 她爱的贾斯帕爱的刻骨铭心 但为了权利 下手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 当亨利感到之时 只剩下叔叔的尸体 亨利在悲痛欲绝之际 也发现贾斯帕的死因有蹊跷 暗中留下一个心眼 贾斯帕死后 玛格丽特的内心一直不得安宁 他几乎每天都往教堂跑 希望上帝能理解他 让他的手继续沾写 几天后 理查开始着手斩杀那些叛徒 可他是越杀越慌 因为每个人都在强调之所以造反 都是因为亨利治国无能 高价税收让他们活不下去了 换作旁人他可能不相信 可是铁杆盟友合族人的话 让他陷入深深的迷茫 而这时伊丽莎白也告诉他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第一部白王后时 他的母亲白王后 承用黎毛换太子的计划 将弟弟理查送走 伯根帝的理查不是真货 但不代表弟弟理查就是死了 亨利听完伊丽莎白的坦诚 他感谢伊丽莎白是真心向着他 也冷冷地告诉伊丽莎白 无论伯根帝的理查是不是真的 他都是冲着自己的王位来的 另一边 理查和苏格兰国王的表妹结了婚 获得了苏格兰一方的支持 转眼间 这位理查王子已经名声大噪 除了强大才多的西班牙 很多国家和领主都纷纷对他表示联盟 时机已经成熟了 理查在约克公主的安排下 决定对都多发动战争 都多家族再一次面对内忧外患 伊丽莎白为了巩固丈夫和自己家人的安全 他提出让大儿子亚瑟和强大富有的西班牙公主联姻 为表成意 伊丽莎白和亨利七世一起前往西班牙 拜见国王和王后 两人见识了西班牙的权力之强大和财富之鼎盛后 深深地明白到自己地位低人一等 再加上看见提亲对象西班牙小公主 是一位十分出色优秀的女孩子 更加确定了联姻的想法 亨利试图用英语和女王沟通 可没等亨利说完 女王就打断了亨利的话 表示他们只接受西班牙语交流 幸亏伊丽莎白为了这次联姻 提前学习了西班牙语 伊丽莎白表示自己和儿子亚瑟 为了更好地迎接凯瑟琳公主 他们都学习了很多关于西班牙的风俗 这样公主嫁过来时 就不会感到陌生了 但显然西班牙女王不领情 他直言如果英格兰如今内忧外患 他不会把女儿下嫁到一个 连王位都保不住的王室 除非他们处死两个冒牌货 不然他不会同意将女儿远嫁到英格兰 站在一旁的亨利 由于听不懂两人之间的对话 他询问伊丽莎白女王说了什么 伊丽莎白为了让亨利安心 他对亨利表示 西班牙女王只是希望能够得到教皇的同意 这样他们就将同意我们的联姻 这让亨利放下了心 但英国的环境是越发的恶劣 趁着亨利和伊丽莎白去了西班牙 比查率领着苏格兰军队攻向了伦敦 而不满亨利的贵族农民们 纷纷发动了起义 在伦敦皇宫里的拉普尔夫妇和玛格丽特 王子们岌岌可危 拉普尔把王子们藏到了伦敦塔里面 在这里 王子亚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唐旧泰迪 长达十年的关押 让这位本就智商不高的王子 连话也不会说了 跟傻子没有什么区别 就当拉普尔等人准备防卫战时 却得知泰迪率领大军折返了 因为他的妻子苏格兰公主凯西 为他生下第一个儿子 他需要回去用孩子拉拢盟友 虽然这会让理查的势力更加壮大 但也让亨利他们有了喘息的机会 让亨利顺利回到伦敦 为了应对可能会随时卷土重来的理查 伊丽莎白给全英国的贵族写信 想将他们拉回自己的阵营 再写到一半时 下属来通报伊丽莎白 白王后已经时日无多了 想在临死前看伊丽莎白一眼 伊丽莎白起初不愿意去 她怀疑又是母亲的苦肉计 亨利却让她去看看 她很后悔在叔叔贾斯帕去世时 自己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得到贾斯帕想告知的一切 所以伊丽莎白不应该错过机会 去见白王后 被骗了顶多是又一次失望 总好过终生的遗憾 伊丽莎白去修道院见了母亲最后一面 白王后在临死前 拼命求伊丽莎白帮理查夺回王位 伊丽莎白没有答应母亲的要求 白王后表示如果不帮忙 那就想办法留理查一条命吗 白王后此时袒露自己的真实目的 她知道女儿们都觉得自己偏心 一直偏爱理查 可实际上是因为女儿们都在身边 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反倒是理查从九岁就离开她 过着性命朝不保夕的生活 自己觉得亏待了她 自己为了弥补亏就才会如此 伊丽莎白不愿意弥补 那就好好地保护弟弟吧 白王后将真爱的戒指给了伊丽莎白 让她不要忘记自己的遗愿 白王后最终走了 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 这位为了儿子理查奔波了下半身的母亲 到临死前 也没能见自己的儿子一面 白王后死后 尽管此时母亲的死让伊丽莎白心痛欲绝 但她仍旧不能弃亨利于不顾 伊丽莎白感到军营 看到军心涣散 心中的不安到达了顶点 走到军帐之中 伊丽莎白才得知现在的亨利孤立无援 那些贵族都是来了又走 不打算支持亨利 一旦开战 等待亨利的只有死亡 伊丽莎白无法坐视不管 她追上逃跑的军队 将士们纷纷支持理查 并表示理查 才是真正的约克王子 面对将士们的质疑 伊丽莎白的诚意感动了英格兰的士兵们 他们回心转一转支持亨利 刚刚还军心溃散的大军立马重振旗鼓 士气大涨 随后战争打响 亨利再次打赢了这场战役 并俘虏了理查 都督家族仿佛被上帝眷顾 即使失去明星也撼动不了王位 但是更难的还在后面 尽管亨利下令处死理查 但理查却一直坚持自己约克王子的身份 如果亨利坚持处死他 那么关于理查的传说 将会一直威胁着他的统治 国家始终会动荡不安 他能做的就只有虐待理查 将理查脱光衣服的邮件事中 让理查去清理粪便 随意地殴打他 或者让理查当人体剑拔 不断地射箭羞辱他 以此逼迫他承认自己只是冒牌货 同时也让大家知道 冒牌理查是一个多么不堪的存在 结果反而错有错着 大家更加地同情理查 看向他的眼神 就像看待一个木猴儿冠的小丑 就连王冠也因为意外摔倒了地上 仿佛王冠从来不属于他 理查把王冠捡了起来 亨利见到理查拿着王冠顿时大怒 他咆哮着让理查把王冠还给他 理查把王冠还给了亨利 亨利接过王冠后立刻带回了头上 而当事人之一的伊丽莎白 此刻也是伤心无比 伊丽莎白在理查说的话中 确定理查的真实身份 他就是母亲心心念念的儿子 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弟弟 可为了自己的儿子和丈夫 他只能一口咬定理查是假的 伊丽莎白看着母亲留下的戒指 哭得气不成声 为了威逼理查是冒牌活 一向作妖的玛格丽特 派人把凯西抓到了王冠里 他让手下抢走了凯西的儿子 凯西拼命向伊丽莎白求助 但伊丽莎白还是冷漠地看着凯西 凯西在亨利的安排下见到了理查 理查让凯西赶紧离开这里 凯西不愿意离开理查 他说他要留在这里保护理查 理查说或许他可以放弃王权 和凯西去过属于两个人的生活 凯西却不同意理查这么做 他说若是理查放弃了王权 就会被整个苏格兰和欧洲抛弃 为了活命 他们只能坚持下去 之后的日子里 理查夫妇被亨利母子百般地虐待 为了羞辱理查 亨利和凯西闹出无法判定真假的绿帽事件 亨利作为国王 认为此举并无什么不同 但伊丽莎白看在眼里 感到十分恶心 连续数天 亨利都没有和自己一起睡 约克家族高贵的表姐 已经一去不复返 伊丽莎白甚至还伙同马格丽特 打算对那还在强宝之中的婴孩痛下毒手 最终还是因为善良收住手 伊丽莎白冷静下来 想想也知道亨利此举目的 是想离间理查和凯西夫妻之间的情谊 但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妒忌的心态 伊丽莎白虽然收手了 马格丽特却没有 他把孩子抱走了 让孩子从此下落不明 马格丽特威胁理查等人 要想知道孩子的下落 就必须当众承认他是冒牌货 无奈之下 理查只得宣读所谓的认罪书 承认就是冒牌着 但可惜因为马格丽特的声名狼藉 贵族们一个都不相信 众人还是将理查奉为约克王子 而亨利也因为孩子的事情 怀疑起自己的母亲马格丽特 怀疑是他杀了当年的小爱德华兄弟 叔叔贾斯帕的离奇死亡 让亨利一直没有忘记暗访 结果发现这一切都与马格丽特 与当年的小爱德华王子有关 他询问马格丽特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马格丽特自然是抵死不认 母子俩吵一架后不欢而散 另一边 营救理查的约克公主等人 也潜伏到了伦敦 约克公主命令马吉帮他把理查救出来 他说只有理查登上王位 他们约克家族的女人才能重新获得自由 马吉不懂这些政治大道理 但善良心软的他知道 被关十年关成傻子的弟弟泰迪 还是天天被虐待的堂弟理查 都是他为数不多的亲人了 他必须要救自己的家人 马吉找到伊丽莎白的重体诅咒就是 提醒伊丽莎白不要忘记他母亲的诅咒 正因为太后杀了你的弟弟 所以亚瑟王子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伊丽莎白马上打断了马吉 他表示不是马格丽特杀了自己的弟弟 所以亚瑟身体不好 也不是因为母亲的诅咒 马吉指责伊丽莎白就是在自欺欺人 除了指责诅咒的事情 就是指责伊丽莎白不认清弟弟 伊丽莎白何尝不知道真假 可一边是弟弟 一边是丈夫儿子 他选择那边都不对 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求平衡 寻求到双拳法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亨利受不了大家尊重当奴隶的理查 把自己这个国王当小丑 诬陷理查在他衣服上下毒 把他打个半死 伊丽莎白看着被毒打的弟弟 虽然心疼 但是他心里清楚 只要理查还活着 那么亨利和自己的儿子就将受到威胁 但是如果亨利他们要是杀了理查 那么自己的子嗣们 就将遭到母亲和自己的诅咒 自己的后代就将永远活不过成年 而且这个理查还是自己的弟弟 一念至此 关押理查的房间放了一把大火 他告诉理查必须逃跑 自己会谎称他死于大火 他们去找一个地方购置田地 一家人安定地生活在一起 而这也是他权衡再三做出的决定 理查问起自己那只有几个月大的儿子呢 自己想见他 伊丽莎白支支吾吾半天 说不出孩子去哪里了 更说不出孩子到底是死是活 让理查夫妇都意识到 自己的儿子终究是死了 随后伊丽莎白跑去和大家救活 就在他给大家灌输理查 已经死于大火的时候 想为儿子复仇的理查 穿过大火走到人群之中 此话一出 理查再无半点被放过的可能 马格丽特将他关在大牢里天天拷打 与泰迪一起等待秋后处决 伊丽莎白知道理查没有逃走后 她无奈地回到了房间里 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另一边 马吉带着凯西去见了约克公主 告知现在的窘境 约克公主让凯西给苏格兰国王写信 请求派遣军队 同时让马吉回宫继续做他的耳目 就在各方势力手段评出时 与此同时 西班牙的大使也来找亨利他们 催促杀掉两个冒牌者 他们认为冒牌货不被除掉 那都夺王朝的王座摇摇欲坠 联姻也就没有必要了 他们不可能让公主跟亚瑟王子联姻 在西班牙大使的步步紧逼下 几天后 亨利决定要出死理查 伊丽莎白为了救地帝理查 就把诅咒告诉了亨利 并承认是他放的火 他说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诅咒起作用 他不想失去他的儿子们 亨利知道事情的真相后 对伊丽莎白很绝望 他说除了处死理查 没有别的办法能保住他的王位了 伊丽莎白求亨利为了儿子不要杀理查 他说要是理查死了 诅咒真的会起作用的 亨利在意的不是诅咒的事情 他在意的是妻子伊丽莎白 对他隐瞒了理查的真实身份 亨利为了孩子们决定留着理查的命 他把理查关进了伦敦塔 和泰迪待在一起 就这么锁死一辈子好了 玛格丽特阻止亨利这么做 言明一定斩草出根 闹到今天这一步 亨利想询问母亲一个真相 到底是不是他杀了伦敦塔的小爱德华兄弟 如果他说出真相 只会帮自己坚定决心 为维护王位不惜一切代价 玛格丽特果然重击 把一切的真相告知亨利 甚至直言理查几个月大的儿子 也是被自己杀掉了 这让亨利怒不可遏 掐住他的脖子 他指责太后让自己的儿子承受诅咒 导致自己的儿子全部都活不到成年 他将太后扔出门外 并当众剥夺了太后所有的权利 随后亨利找来伊丽莎白 将玛格丽特杀害了他弟弟的事情 如实告知 他问伊丽莎白怎么才能解除诅咒 亦或者他们将失去哪个儿子 伊丽莎白见亨利一蹶不振 便将亨利带到监狱 伊丽莎白训练了一个犯人 他表示这个犯人将代替理查被处决 重现当年母亲的离猫患太子计划 这样不光能破除诅咒 更能让伯根蒂的约克公主 无法再对英格兰开战 可亨利显然还因为母亲的所作所为 身陷负罪感中 亨利表示自己配不上伊丽莎白 并让伊丽莎白去关押理查的高塔上 去看看他的弟弟 伊丽莎白来到高塔 理查说伊丽莎白很像他们的母亲 但伊丽莎白并不觉得高兴 他指责母亲的野心 让他们都沦落成一个又一个的牺牲品 理查却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母亲的纵横谋划都是为了他们好 并表示自己做上王位 也会善待伊丽莎白和他的孩子的 伊丽莎白表示在这之后 自己的孩子将被人随意见他 就如同玛格丽特对待他们一样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弟弟死 也无法接受亨利死 但是他最无法接受的 还是自己的儿子将被世人唾弃 伊丽莎白与弟弟到不同步相为谋 只能转身离开 在路上遇见了玛格丽特 这段时间以来 亨利的软弱让敌人找到可乘之机 无论是玛格丽特还是约克公主等人 纷纷找到了机会的胡作非为 让亨利的王位岌岌可危 伊丽莎白警告玛格丽特 让他既然被罢免所有的权利 就不妨安静一点 他连小婴儿都杀 就应该去好好地赎罪 玛格丽特不以为然 表示作为一个母亲 如果连这点牺牲都不敢 连为子女下地狱都不敢 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伊丽莎白揽地搭理他 而是跑去鼓励亨利站起来 跟他说明现在的内忧外患 亨利却始终坚强不起来 他表示当年的理查三世不是战死 而是被自己虐杀的 他前一刻还是叫皇家免 上帝认可的国王 下一刻却像一坨烂肉一样 被自己虐杀 他不知道国王的意义何在 他曾几何时 也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 所以敌对者们一个个死于非命 现在才知道是母亲做的孽 他不知道自己算叛逆者 还是神圣的国王 在伊丽莎白的鼓励下 亨利站起来了 他认同伊丽莎白的 礼貌焕太子计划 将冒牌货当众吊死 奈何计划还是被约克公主看穿了 他让人偷偷给西班牙大使送信 揭穿了伊丽莎白的谎言 西班牙大使再次摆出一幅 不杀死两个冒牌货 拒绝跟都多家联姻和结盟的态度 海爷与都多家的王位太不稳固了 此时伊丽莎白早已被全力蒙蔽了双眼 他眼看约克公主的步伐挡不住了 理查的呼声依旧 亚瑟和西班牙公主的婚事又受到阻挠 他不能让丈夫和孩子失去地位 伊丽莎白想起马格丽特的那句话 一个不敢为儿子下地狱的母亲 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于是他决定要用毒计把两个弟弟处死 他先是用学写字的方式 哄骗泰迪在白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随后补全文字的成为认罪书 这么一来泰迪便等于认罪 两兄弟可以接受处决了 手起刀落 泰迪直到死的一刻 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 理查一直陪在他身边 并安慰他没事的安心受刑 伊丽莎白站在处刑台不远处 闭着眼睛感受这一切 她的心情既坚决又心痛 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中 她早就把两个弟弟当成有感情的亲人 可为了儿子 她不得不如此 理查知道伊丽莎白已经立于熏心 她也不想再挣扎 主动把脑袋放到斩首台上求死 伊丽莎白看着亲人的血流了一地 哭得天崩地裂 理查和泰迪死后 再也没有人威胁到丈夫的地位了 他的儿子亚瑟也得到认可 西班牙大使答应都督王朝 会让公主跟未来的国王亚瑟联姻 订婚仪式前 伊丽莎白给颓废的丈夫戴上王冠 对于都督王朝来说 伊丽莎白公主是个约克王族 但却是为都督王朝付出最多的人 玛格丽特尊重她 也害怕她 因为伊丽莎白比她更狠 亨利会以一生的爱来回报她 伊丽莎白为了权力和王位而首任亲人 她到底感到羞愧还是自豪 这个感觉也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